前几日我们还为大家做过节目 刘强东张泽天夫妇突然现身 美国明州的一个连锁超市 当时我们猜测 这夫妻二人赴美的重要原因之一 便是出庭四年前 刘强东在明尼苏达州 惹下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官司 没成想 这场官司就在这两天 出现了一个超级大反转 就在当地时间10月1号晚间 还未开庭 诉讼双方竟然达成了和解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来看一看 正在无数中外媒体将焦点 锁定在本定于今日开庭的 刘强东被指性侵暗示 突然收到了一封 来自刘强东和中国留学生 刘静尧的双方律师团队 发表的联合声明 声明中称 刘强东和刘静尧于2018年 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 一次偶然事件造成了误会 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给当事人及其家属 带来了深刻的痛苦 今天双方同意搁置分歧 解决法律纠纷 避免诉讼造成的进一步痛苦和折磨 这意味着 这场本定于10月3号 在此案发生地 明尼苏达州 享内平县地区法院 开庭审理的官司 在开庭前 双方悄无声息地达成了和解 这一消息让中国的许多人感到惊讶 主导了中国社交媒体的讨论 在几小时内 相关的标签在微博上累积了数亿的点击和评论 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本计划密切关注 此次审判在美国这个更为透明的法律系统中如何进行 一些专家认为 刘静尧在美国甚至有更大的获胜机会 结果这一切在脑子中酝酿的好戏 戛然而止 既然这个官司现已达成和解 那大家又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曾经刘静尧原告方 要求的上不封顶的和解费上 最后刘强东到底花了多少钱 才搞定了这场持续了四年之久的官司呢 根据刘静尧此前的诉状 他要求索赔金额为5万美元 但尚不封顶 对于这笔民事赔偿金 刘静尧曾经在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还说 要坚持打赢官司 即使和解 也会把钱全部捐出去 但有意思的是 稍后又有新闻媒体披露 就在男方和女方双方律师 选定陪审团成员的过程中 女方的律师却常常问陪审员 如果所有的赔偿金 都给我的当事人个人 而不是红十字会 学校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你会觉得这很难接受吗 同时还频繁向陪审员确认 如果刑事官司不与立案的情况下 民事诉讼立场充分吗 这其实已经从侧面说明了 女方对胜诉的把握并不大 更倾向于庭外和解 如今所要的赔偿金额 一定是趋于理性的 是女方认为刘强东可以接受的金额 这让网友纷纷猜测起赔偿的总额 不少认为数额一定不小 有些大V甚至猜测 赔偿金额估计在500万到1000万美元左右 不过另外也有人已经确认的说 不久前 女方已经降低金额说只要5万美元即可 但还是被刘强东拒绝了 对于刘强东夫妇来说 赔偿金似乎并不是他们所关注的重点 在此案达成和解后 刘强东律师提供了一份刘强东本人的声明 声明中他表示 纠葛四年的事情 今天终于结束了 再次对被这件事情困扰的所有人 尤其是我的妻子表示歉意 在这里 我要特别感谢妻子的宽容 支持和陪伴 没有她 我无法坚持到今天 时间永远向前 我希望我的生活和工作 能够尽快恢复正常 我们也即将迎来新的小生命 我会更加珍惜守护好这个家庭 祝福所有人明天会更好 同时 刘强东的妻子张泽天 也迅速地做出了回应 人生总有风雨 但时间永远向前 字数虽然不多 但确实也表达了 予过天情的意味 确实 对于刘强东本人 以及他一手创办的京东集团而言 这场跨度数年的官司 给他造成的损失 可能绝不单单是这一笔赔偿金 那么简单 刘强东在这四年来 不仅经受了网友们大量的非议 甚至还可能因此事而失去自己的企业 现如今哪怕是达成了庭外和解 对刘强东来说 也绝对算不上赢家 不过不管怎样 这场闹新的官司 先如今终于算是画上了句号 一路吃瓜的网友得知这个结局后 反应也是各不相同 在美国主流媒体推特上 支持刘强东一方的 或是支持刘敬尧一方的 都有不少人 有人写道 有钱有势的人可以为所欲为 真是太酷了 大概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想变得富有和强大 从而来讽刺对刘强东一方的不满 但有些网友表示 此案突然结束总觉得怪怪的 从而来质疑刘强东一方 是不是一直在子虚乌涌 关注此案的观众朋友们 怎么看待这个结果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